惨不忍睹 一片哀嚎 汽车行业的降价潮愈演愈烈 不断有车企加入这场汽车史上的大乱斗 3月13日 吉利汽车发布购置税减半现实补贴 最高达3万元 北京现代8款车型可获购车补贴 最高5.5万元 一汽大众最高降幅4万元 东风汽车旗下多款车型最高优惠9万元 整个汽车市场全部乱套了 大家都在疯狂地自杀 纷纷拿出亿元补贴 百亿补贴等优惠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已参战 据部完全统计 目前已经有超过40家汽车品牌 加入了此次降价大潮 有近100款车型参与 价格战 降价幅度从几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而涉及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包括北京 上海 广东 浙江 重庆等等 此次汽车市场的降价潮来得可谓是出人意料 同时降价幅度之大也让人叹为观止 而涉及到的品牌之广也基本是史无前例的 据了解 将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带入公众视野的 是在三月初的时候 湖北省为了拉动本地经济 联合辖区内的多家车企开启的一轮降价促销活动 当时东风汽车宣布 东风汽车集团旗下多个汽车品牌集体大幅降价 从三月一日起叠下湖北省补贴 东风汽车旗下本田 雪铁龙 标志 风神等多个系列推出优惠活动 优惠力度从一万元至九万元不等 东风汽车在湖北省内的超常规降价 瞬间把战火从新能源车烧到了燃油车 并逐步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价格绞杀 而雪铁龙C6车型更是直降十万 使其成为了网红车 有网友调侃称 在人们的眼里 21万的雪铁龙全是问题 但是降价十万后的C6却是完美无瑕 即便有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 受到湖北省以及东风汽车砸厂子的促销影响 其他各个汽车品牌也纷纷行动起来 3月8日 中国一汽面向吉林省消费者 推出一元现实惠民补贴活动 补贴范围涵盖中国一汽旗下全部自主 以及合资品牌乘用车和轻型货车 包括红旗 解放 奔腾 大众 奥迪 丰田 捷达等车型 补贴总额高达1.5亿元 单车补贴金额最高可达3.7万元 紧接着长安汽车集团 上汽集团 奇瑞汽车集团等集团型车企 以及问界 北京现代等单个品牌 也陆续跟进 其中 长安汽车发布了百亿惠民购车级政策 该政策规定 凡是在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提车的用户 即可额外享受千元汽车优惠券 同时 在4月30日前出台的相关汽车消费补贴 长安汽车将按照相应政策标准 给予用户现金补贴 上汽集团不仅在湖北省推出了覆盖荣威 明爵 别克 凯迪拉克等品牌的专项优惠活动 更在全国范围内 开启了针对雪佛兰全息的补贴活动 消费者最高可享7万元补贴 奇瑞汽车集团同样发布了百亿惠民购车级活动 设计品牌包括奇瑞 截图 奇瑞新能源等 最高补贴42,888元 除了自主品牌 合资品牌以及二线豪华品牌以外 一线豪华品牌的奔驰 宝马 奥迪同样也坐不住了 据报道 目前奔驰C级 E级车型的优惠幅度大概在6万至7万元左右 宝马3系 5系综合优惠在10%左右 奥迪A4 A6等车型优惠也在6万至7万元之间 甚至还有一些4S店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推出了买一台送一台的优惠活动 包括买楼兰 送轩逸 买号影混动版 送飞度等等 可以说整个中国车市已经杀疯了 属于中国汽车市场的百亿补贴时代也已来临 毫无疑问 车企的疯狂大降价是一场消费者的购车盛宴 但对绝大多数车企而言 却是难以掉头的生死之战 事实上 在车企降价的背后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属于他们的无奈与行业隐忧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在今年1至2月份 我国乘用车零售销量仅为267.8万辆 同比下降19.8% 其中1月更是跌至历史新低 同比环比分别下滑37.9%和40.4% 在这样的背景下 车企想要生存下去确实很难 与此同时 在渠道端的经销商所承担的压力也很大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 今年1月 我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61.8% 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 2月的库存预警指数为58.1% 同比上升2.0个百分点 并且均位于荣枯县之上 说明汽车流通行业处在不景汽区间 不仅如此 近几年越来越火爆的新能源车的崛起 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此次降价的催化剂 因为燃油车市场在逐年萎缩 而且车企都面临着向新能源赛道转型 所以燃油车去库存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当然 光凭借各大车企肯定是很难完成这项任务的 主要是补贴不起 有业内人士说道 此轮汽车降价促销有一个特点 不少车企或车型都以正企联媚的方式参与 以东风雪铁龙C6为例 在其9万元的购车补贴中 正企分别补贴4.5万元 正企合力促销 拉动车市尽快回暖 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各地政府都想借此机会拉动一下地方经济 便向自己消费 达到消费者 车企 地方三营的效果 因为大部分车企背后都有国资背景 实质上车企补贴的金额并不大 就以湖北的东风汽车为例 此次湖北政府补贴对象 基本是东风集团 这主要为了遏制东风集团销量下降的势头 因为汽车本身就是湖北的支柱产业 东风集团又是第一大国企 此举相当于是在保护整个湖北经济的基本盘 实际上 对于此次汽车大降价的惨烈局面 市场早有过预判 并且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 将会是极为残酷的淘汰赛 尤其是以特斯拉和比亚迪为代表的头部 电动车企加速工程掠地 让燃油车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关于燃油车的命运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曾表示 在2021年 传统燃油车市场 现存85个品牌 其中有34个品牌的月销量在千台以下 另外有9个品牌销亡 未来3到5年将有80%的中国品牌关停并转 不少机构认为 随着价格战拉开序幕 人们对汽车的需求会加速复苏 本轮降价促销风潮 有往进一步扩大至其他省市及车企 从而促进汽车消费 有效过度国补退出后带来的需求波动 而对于此次车市的降价潮 是好是坏 是刺激市场还是透支市场 行业内的意见呈现两极分化 多位业内资设人士表示 这样的大幅降价虽然带来了销量暴增 但从长远来看 对于车企本身 品牌 市场 二手车等多方面均百害无一例 实际上 这次价格战的危害 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一方面二手车和新车的价格平衡被打破 大批二手车商欲哭无泪 此前收来的二手车只能赔钱甩卖 另一方面 此前购车的消费者也多有不满 对于品牌的意见很大 与此同时 此次降价潮还传导到了股票市场 引发了汽车股的矩阵 在汽车行业普遍降价的情况下 车企的现状是普遍没有盈利的 价格战就是一场消耗战 而对于尚未盈利的造车新势力来说 此次降价潮若长期持续 那他们的价格体系也会受到一定冲击 明天也将会更加难熬